今天我特别解释一下 第一个 你的玻璃是不是真的要给大家看一下 敲一下 我跟大家报告 一段尊 对不起我一下又讲台语 他那个用台湾的铁钉 然后去打 结果台湾铁钉关掉 因为他要打下去 要钢钉 钢钉 后来我就 我说为什么你们铁钉 他说你要进口那个钢钉才行 然后结果就用钢钉 然后他把玻璃穿破 然后再打到证明那个 那个速度快我们看不见 所以他用气球来证明 所以站在他后面 所以我们刚刚大师 他很聪明 他赶快跑到这边来坐 因为坐在那边 他会穿过去 他真的会跑到哪里去 不晓得 不晓得 虽然耳听八方 但是远离是对的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看 要练成这个回去 千万不要练 因为你回去练 那个钢针会乱跑 跑到哪里 不晓得 说不定把你家电视都搞坏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回去 不可以练了 练真的是要有高手在旁边 指导才行 我猜拖一下 因为我很有经验 我当初为了罗汉穿金钟 那个罗汉 那个树要很大 要很直 要很多 很多人 不是普通人 一个人可以拿得起来的树杆 要很多人拿 要把个人拿 拿了以后 然后创那个金钟 创他 他站在那里让你创 创他肚子 或者是他的胸部 所以这些 这些他都要运气 要嫌他运气完以后 然后开始运 所以我那个 为了就买那个 那个时候 将近20年前 我就买一根 两万块台币 跑到阿里山去买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辛苦 这个我在这里 跟大家讲 包括他们 网站也不晓得 也不晓得 这个我是 很辛苦去买 你就练吧 大家看看 这个 这个音乐早上还没有 都是我们网上抓的 这位 真的是可爱 他是我们台湾的小孩子 在练十几年 就前九岁老 好像就到大陆去 去扫尼士 就苦练 什么绝招都有 这个道具 这个道具 不是很单纯 他就要把气氛到手上 然后拿到针里去 他就要把气氛到家居上 你看 整个道具 大家可以照相 这个大师大师 谢谢 他是很 很瑞师父 所以 台湾小孩子 你只要肯学点东西 你要肯有兴趣去学 像我们这小孩子 我是 这小孩子 这个是不是 这是盖的 好 等一下他翻音乐 你来介绍一下 他母亲好吗 母亲呢 哎呦你真不好意思 说是小孩两个月 两个月前了 身体还很酷 好 那个 来 抢云青 打一套 发布联欢拳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本身啊 当初前去年 我在台湾的时候 就是还在到处 就是到处 学习 结果呢就是有一次他那个 父母亲啊找到我 他刚刚有看过我少女功夫的表演 结果呢 他就说我的小孩身体体质很长 经常发烧感冒 毛口又有过 结果呢 跟我练了大概一两个月 才有发觉到他呢 稍微练下我素身体质是 好一点为什么一个礼拜 只练两天功 效果有限 结果呢我就跟他父母亲 那个建议一下 建议什么干脆送到少女士 我正好今年要回少女士 也要学习 来少女士试试看 当初他父母亲啊就 会怎么样 还可以想象 认了一下 认了一下以后呢 结果后来回去呢 问了他好几次 你到底要不要去少女士 后来呢他还是坚决的说 好我要学武术 我要强身健体 对不对 结果就把他送到少女士 有那个跟我师父讲说 这个小孩子啊 就是身体的体质有点不太好 经常感冒啊 过敏啊 那我就跟师父说 希望我们来 调养他一下 经过师父的调养 还有我们这些师兄弟啊 都是我们宿的部分 然后有他的指导 现在的功夫 跟以前不一样 那这是这个 我的重点呢 就是说 万一说以后啊 各位家长 万一说有些小孩子啊 身体体质不是那么好的 对不对 还是说经常 就每天只会玩电脑的 偶的去少女士 强身健体一下 做不定会改变很多观念 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好 谢谢大家 那接下去呢 小元气 给他同志工 稍微等一下啊 听